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走 大家好 我是美术博主开家 我今天教两位做汤月 你爱吃汤月吗 我爱吃 OK 所以这里有几个味道 你喜欢吃哪一个 这是豆沙 这是奶光 这是黑层嘛 你喜欢做点的课 OK 还没做一个 我来做一个 元宵 元宵原一为上元节的晚上 因正月十五上元节主要活动 是晚上的吃元宵赏月 后来节日明正夜演化为元宵节 上元之夜 大街小巷张灯节彩 人们赏灯 菜灯迷 吃元宵成为世代香烟的习俗 元宵是中国传统小吃之一 属于节日时俗 北方滚元宵 南方煲汤圆 这是两种做法和口感都不同的食品 却都象征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 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其实我们每一个美术博主都应该感谢皇帝 实际五地本纪记载 皇帝石拨白骨草木 纯化鸟兽虫蛾 意思是按照季节种植白骨 训养动物 强调农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推行了农田水利工程 以白骨种植 促勤训养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让鲜明饮食水准 进入到文明社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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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